設計譜車經過路檢點 馬上被攔了下來 只見車子緩緩往旁邊開 駕駛當場遭遠景要求 下車吹酒測 喝酒是不是 等一下 進來一下 OK了 好 公共危險罪你要移送喔 吹出來數值0.29 涉嫌公共危險罪 駕駛散發濃濃酒氣 果然酒測值明顯超標 立刻被當現行犯移送法辦 但仔細看原來他是一人大飛 我跟您玩打花片的遊戲 如果您贏我 我會給你一萬塊現金 和駕駛家俠一起合作拍影片 大飛本名吳志慶 從綜藝節目班底出道 不但主持過節目 也有參與電視電影演出 這回卻因為酒駕遭到逮捕 當時一人大飛 前一天和朋友在夜店慶生 喝醉酒被送了回家 睡了一晚後 以為自己酒醒了 開車上路 沒想到在這裡遭到警方0檢 酒測值高達0.29 事發在上個月底 大飛酒駕被移送法辦 不過他向檢察官表示 相當懊悔不應該酒駕 也願意配合政令宣導 檢方認為他坦誠犯行 有悔意訊後 以還起訴處分期限一年 不過也要繳納三萬禁國庫 大飛也通過經紀公司 發出聲明 對於自己不良示範 趕到抱歉 強調喝酒不是睡一覺就好 也會接受法律制裁 不會再犯 TVBS新聞網 今天是佩宇 台北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